近千度的熔岩入侵街道 周遭跟着陷入高温炼狱 不断飘出屡屡白烟 虽然熔岩看起来移动速度慢 没有立即杀伤力 还是有民宅被严重破坏 一阵瓷砖爆裂声音 另一头可见熔岩烧进庭院里 西班牙的拉帕尔马岛火山 从周日喷发至今 流出来的岩浆已经摧毁上百间民宅 耐不住高温的民宅 瞬间在众人眼前垮掉 从空中俯瞰整座岛屿 清楚可见熔岩肆虐过的地区 已经收到整片焦黑 许多人的家就这么毁了 没想到西班牙观光部长却说 起眼看到火山爆发很难得 要让观光客体验这场精彩节目 被反对党骂翻 连西班牙总理桑杰士 都因为拉帕尔马岛 50年来首次火山喷发 延后飞往纽约参加联合国大会 先赶到岛上堪灾 只是居民对这场自然浩劫 还是余悸有存 尽管有人认为火山爆发的场面很壮观 只是对当地居民来说 却是想忘也忘不了的回忆 TVBS新闻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